明天就是国庆日 随着我国走出冠病疫情 本地学校也重新恢复了大型庆祝活动 通过创新方式提前为我国庆生的同时 向学生灌输国家归属感 身穿红色上衣挥舞着国旗 永清小学的学生在今早的升旗仪式 唱着今年国庆庆典的主题曲 现场笼罩在爱国气氛里 学生回到课室之后 开始动手在空白的风筝上画画 制作出独一无二的爱国风筝 再拿到室外去放飞 另一边 莲华小学的礼堂也是化身一片红海 学生们通过短剧又唱又舞 带来种族和谐相关的表演 全场学生最后也站起身和台上的师生 一起跳舞 气氛相当热闹 我希望试试其他人 那里是个国家非常合作的 国家 亚本来是一种产生的 产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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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